孔龍來了 快逃 其實這是侏羅紀世界2 允落國度的台灣造詞會現場 你可以看到這隻T-Rex 雖然是不會動的 但做得超級逼真啦 那個牙齒每一顆都分分 根根分明 分分根明是什麼 但是你可以看到 我如果站在這裡 真的是一口被吃掉的憤怒 因為熟悉恐龍的人 如果你去博物館看過恐龍的骨頭畫石 你就會知道 這真的是本尊的等身大小 T-Rex真的看起來好恐怖 不會動的都覺得很intimidating intimidating這個字是什麼意思呢 來看一下每日一字小教室 好 但是在電影裡面 其實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就是 它其實是這一次的主角喔 其實它原本也是一隻很恐怖的恐龍 大家如果看過前面幾集續集 因為老實說這已經是 正宗的諸如記公園第五集了 所以先前在諸如記公園也好 或是諸如記世界的第一集當中 這隻巨猛龍都是充滿威脅性的一隻恐龍 但這一次 因為它是人造基因改變過的 你可以看到它身上有非常特別的圖文 這就是它的名稱由來 它叫Blue 它可能會變成人類的盟友嗎 這個大家要進西院才會知道喔 因為其實恐龍是有野性的 那就像是 你要跟獅子老虎做朋友 其實要冒很大的血 何況它還是恐龍欸 真的尖牙會一口把你吃掉的 那除了這個兩隻等尊大小的 就是跟真實的恐龍一樣大的模型之外 在台灣的造勢會現場其實還有很特別的互動式展區喔 我們來看到第一個展區是恐龍玩具區 當然除了很多恐龍的相關商品 包括VR眼鏡等等之外 我個人覺得很特別的呢 是這一區 樂高玩具區 因為其實我們可以看到樂高玩具區裡面 有好多跟電影非常相關的樂高喔 包括無論是過去的諸羅紀公園還是諸羅紀世界都有的恐龍被這種保育車移送的畫面 還有在諸羅紀世界裡面經典的這個透明水晶原油車 老實說我在看電影的時候就是看第一次的諸羅紀世界時 我真的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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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講這麼多次 羨慕劇中的人可以玩這麼有趣的原油車耶 開玩笑 如果真實生活中有這樣子的樂園 我一定要去 而且根據我掌握環球影城 真的要開這樣子的ride 真的真的會有這樣子的遊樂設施 在明年即將要正式開幕 美國的環球影城就可以看到 諸羅紀世界為主題的遊樂設施 是不是很令人期待呢 到時候那遊樂設施會不會是圓形的水晶球 拭目以待 好 除了這一區就是玩具互動區之外 我們再來看看還有什麼呢 恐龍知識展 哇 我想這個小男生應該都會非常有興趣喔 因為不知道為什麼 電影主題也好或者是校外教學也好 只要跟恐龍相關的 真的都是小朋友的罪愛 尤其是小男生 你不需要去什麼 非常有知識性的 例如國歷史博物館啊 或是等等科學博物館之類的 其實來這裡就可以簡單的知道 這些恐龍的知識 而且幾乎電影裡面都有出現的恐龍 全部都在正面牆上了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喜歡你是恐龍鐵粉的話 你可以先來看看 就會對電影有更加的了解 然後就會知道譬如說 這隻聰明指數有四 它就是blue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迅猛龍 肉食性不用說了 看牙齒就認得了 然後它的龍爪的名字代表沉重的爪 哇 每隻手上的拇指都有30公分長的尖銳大指爪耶 這怪不得致命 怪不得電影裡面的人說想要把它做成生化武器 Oops 我這樣算爆雷嗎 其實看過第一集的人也都知道齁 再來就是寫生夢想家驅了 這可以看到 大家如果真的對恐龍很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畫畫唷 那因為我的美術細胞不太好 所以就簡單帶過 就不打算獻手了 然後再來看到的是 哇 這個大人小孩都很愛的 VR體驗區 看到沒看到沒 這VR眼鏡到底裡面會是什麼呢 我們帶大家一起來體驗看看 看上去就好啦 這有點像很舒服 我不要碰到這邊 這邊有一個觸碰 開車了嗎 有 有沒有龍在睡覺 對 有一隻恐龍在睡覺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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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頭部可以稍微轉動 我沒有看到他都被他外面 然後我還看到一台牛車 然後看到一隻恐龍是死掉了還是在睡覺 應該都是在睡覺 然後還有 360度都有 喔 這邊有三個就是 喔唷 這邊有東西 好 我現在看到一隻在睡覺的 這應該是長頸龍吧 喔 它好像快醒來了 不是死掉 哈囉 有看到我嗎 欸 好可愛喔 它還會搖尾巴耶 這是因為跟狗狗一樣 代表開心的意思 輕輕的勾一下 啊 站起來了 站起來了 哇 我可以走進去摸它嗎 不行喔 你要摔下去了 呵呵呵 它來找我了 它來找我了 我沒有手 我在畫面裡面看不到我自己的手 它在吻我 在吻我 這樣 我還可以很清楚看到它的鼻孔 喔 好漂亮的瞳孔 欸 它對我絲毫沒興趣 可是果然是長頸龍 它應該是要 伴隨著現在的音樂太刺激了 感覺它要做什麼事 哇 它站起來 它要去吃我頭上的樹葉 哇 所以它 我剛剛 因為它翹起來 等一下它一巴掌 不要吹到我了 所以它剛剛 站起來 然後下來 我怕它 它要走了 它要走了 掰掰 然後它要坐下來 坐在那邊 坐在它剛剛睡覺的位置 我覺得它的行為好像貓喔 居我養貓的經驗 它的動作 跟個性好像貓 就是起來吃一口東西 然後又走回去 趴它下來開始睡覺 欸 這樣沒有了嗎 啊 我以為會有更刺激的東西 好 原來剛剛的影片只有30秒 可是我感覺蠻久的喔 因為它每一個動作都做得非常的仔細 你想要看更多嗎 那當然就是去看電影囉 對不對 恐龍有滿滿的 將近兩個小時給你看喔 好 所以我們一起去進戲院看看吧 我説我們把這整個東西關掉 這是T-Rex 不是T-Rex 可能 不是T-Rex 不是T-Rex 這是蟲子 T-Rex 雖然 R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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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n't make him back remember you're the one who made me come here i'll be all right